迪化207博物馆 拥有精美的磨石子工艺 这与它的前身广和糖药铺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在就请导览员杰辛 来跟我们分享吧 就是我们迪化207博物馆的磨石子 为什么会这么精美呢 是因为像当时 中天庆先生在建造这栋房子的时候 他要自己去找像是土木的工匠啊 泥水匠啊这些 那他找到的磨石子师父呢 就竟然刚好是他的亲生兄弟 因为以前的小孩 可能会有分去给其他人养的情况 那在很小的时候 所以就分出去 所以他们兄弟是互不认识的 那是因为找他来制作磨石子 才兄弟相认 发现既然是自己的亲弟弟 那弟弟当然要帮哥哥 盖出最好的这个磨石子的房子 所以在磨石子地板上 他也是更用心的去制作设计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磨石子地板呢 他都是从1962年到现在 那色泽啊还有图案都还是非常的漂亮 那可以看到的楼梯扶手 他整个设计的线条圆弧状也是很精美的 那大家有机会来到现场也可以用手去摸摸看 都可以摸得出师父手工的痕迹 因为当时这种圆弧的形状都会需要是师父他们手工去打磨 那可以看到楼梯这里也很特别的有设计这样子的开口 都算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从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转角 有一个内迁的置物格 听导览员说 这是在盖房子的时候就要先预留空间 才能隔出这样一个柜子 有些民宅如果隔壁住的是亲戚 还会在木头隔板上做一个拉门 方便沟通或传递物件 那我们迪化207博物馆呢 现在是就是以作为各种展览 那展览的内容都会是跟台湾的长迷生活文化 或者是老房子再利用相关 那通常一二楼我们是会做一个主题式比较大型的展览 那三楼的话就会用一样的形式也做一个小型的展览 那每半年的时候会做一次展览的交换 那一二楼跟三楼会错开来 所以现在三楼的话可以看到是我们另外一个展区 那来到三楼大家一定会先眼睛一亮的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面积的开窗 因为二楼部分因为展场的原因比较遮住了一些窗户 那到三楼我们就完全保留以前窗户的样子 让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它整个房子的采光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像我们在成为这栋博物馆之前 在2016年到2017年这一个整修的时间呢 我们也尽量就是可以保留老房子原本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一些让展览会比较方便的元素 所以可以看到像这些窗台的漆啊还有五金零件 其实都是有尽量原附以前的样子 那在窗台这边呢就是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很喜欢的一个位置 因为可以看到耳迪画街的街景 那也可以看到以前这种大面积开窗的这个通透性 那下方的话呢还可以稍微看到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广和塘药铺的这个铁牌花窗 那当然是从我们广外网里面看的话会是更漂亮的样子 那大家有机会都欢迎可以来到现场看看 早期的窗框都是木制的 需要定期保养维护 避免腐朽或被白蚁侵蚀 照顾过许多老房子的导览员表示 早期的建筑有许多木造结构 最怕白蚁侵蚀 常常是外观看起来完好 其实里面早已变成白蚁的家 207博物馆的木制窗框保存得非常完善 遇到台风或暴雨的时候 管方人员还得特别塞边条 防止雨水入侵 费心费力的维护 就是为了让老屋能够维持在最佳状态 那在这边呢 也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特别有出过一本 叫做老屋创生二十五帖的书 那因为创办人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迪化街 来作为这个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基地呢 主要就是因为迪化街它其实是一条活的这个老街 就是很多以前的这个商家啊 都还在这边是已经三四代了 那就从迪化街这边当作一个推广台湾生活文化的一个基地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还有老房子的再利用 那所以我们迪化二零七博物馆呢 才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那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有出版过的推广台湾二十五 介绍台湾二十五间再利用的老房子的一本书籍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到现场翻阅 那上方看到的这个盒子是我们之前为了展览有特别就是做过一个 还有介绍二十五间老房子的展 对那就可以来现场细看 对这也是我们博物馆很重要的想要推广的一个项目之一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多多走进老房子来认识老房子 看到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 老房子其实就在您我身边 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有的还有在住人 有的已经破旧不堪 新旧交替是时代必然的趋势 老旧建筑是城市建设的阻碍吗 还是记录一个时代的珍贵资产呢 下一段城市走读单元 要继续来到207博物馆的顶楼平台 带您从高处欣赏 这附近特别保留下来的早期建筑群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